环宇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美国确诊病例持续飙升 继前一天7.3万人染疫 18号以7.4万人再创新高 累计突破377万例 接着看到欧洲 西班牙染疫数再度破迁 新增1400多例 平稳曲线破功 英国疫情走势起伏 从近期高点800多人 新增染疫数降到600多人 法国月初高点逼近千人后 最新通报800多例 德国13号达低点100多人 18号新增509人染疫 持续收紧防疫措施 回到亚洲 日本季前一天突破600多例 过去一天再添500多人染疫 南韩曲线没有太大变动 新增60人染疫 和上周水平相当 中国疫情16号仅通报一例 最新通报22枕展疫 16例本土病例在新疆 亚洲疫情中心印度 新增3.4万枕展疫 总确诊数冲破百万大关 新加坡连两至200多枕展疫 新增327例 曲线仍未取稳 印尼疫情10号冲破2000后回落 新增1400多枕展疫 全国累计8.3万例 全国累计8.3万例